当地时间5月23日上午 刚刚在上周末大领工党赢得澳大利亚联邦大选的阿尔巴内赛 宣誓就任澳大利亚第31任总理 在21日举行的澳大利亚大选中 以阿尔巴尼斯为首的反对党工党 击败已现任总理莫里森的执政的保守派联盟 莫里森已经宣布败选 不过工党在国会赢得的席次还不足以自己组成政府 而是必须联合其他小党组成联合政府 初期的开票结果显示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保守派联盟和反对党工党都丢失了一些席次 而像关注环境的绿党这样的小党 以及一些关注气候的无党派议员却赢得更多席次 工党在大选中的胜利把已经执政9年的保守派联盟拉下了台 这也是工党在二战结束后第四次赢得大选胜利 当地时间22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致辞说 为实现人人享有的可持续的未来 世界需要采取紧急行动 保护生物多样性 他警告说当前物种消失的速度比过去1000万年的平均速度高出数十到数百倍 而且还在加速 人们必须结束对大自然毫无意义的毁灭性战争 古特雷斯说 今年各国将举行会议 就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一致 致力于使生物多样性在2030年之前走上恢复的道路 他表示 在实现相关目标时 必须尊重公平和人权 特别是土著居民的权利 古特雷斯呼吁 每个人都行动起来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2022年5月22日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广州同来访的巴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举行会谈后共建记者 王毅说 这是比拉瓦尔先生出任巴基斯坦外长后的第一次正式外访 也是巴基斯坦新一届政府成立后两国高层首次线下互动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和风雨同舟的铁杆朋友 密切战略沟通是双方的优良传统 两国外长举行了卓有成效的会谈 进一步巩固了中巴传统友谊 进一步增进了两国政治互信 进一步坚定了双方的合作信心 王毅还介绍了双方取得的五方面重要共识 日本广播协会NHK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陈空军一号于当地时间22日17时取 抵达东京驻日美军恒田基地 开始为期三天的访问 拜登23日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行举行首脑会谈 并于24日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同时 拜登将在访日期间宣布 开启有关印太经济框架的磋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9日表示 我们注意到美方有关媒体报道 美方有可能在拜登总统访问亚洲期间 推出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 他强调 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框架都不应针对第三方 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法国总统埃马克隆 5月20日任命了新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 这是政府改组的一部分 以期在下个月议会选举中获得议会多数席位 才能推动他的国内改革议程 包括福利和养老金改革以及减税 法国驻英国大使凯瑟琳·科隆纳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这使她成为法国第二位担任这一要职的女性 前海外领地部长勒科尔尼被提升为国防部长 最大的意外发生在教育部 著名的左翼学者 殖民主义和种族关系事务专家安迪亚耶 将取代右翼人士布朗凯 安迪亚耶曾直言不讳地批评种族主义和歧视 近日 斯里兰卡陷入空前经济危机 外汇见底 物价飞涨 基本生活物资短缺 这随后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 引起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 斯里兰卡总理拉甲帕克萨被迫辞职 维克拉玛辛哈担任新一任总理 斯里兰卡外汇储备危机导致该国进口能力严重受限 大米奶粉糖和小麦粉等食品供应不足 燃料严重短缺更是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停电和公共交通瘫痪 新政府能否带领斯里兰卡走出僵局 尚待观察 当地时间5月21日 美国科罗拉多州遭暴风雪袭击 导致当地至少21万户住户断电 据当地电力公司发布的声明 截至当地时间21日晚 已有16万户恢复供电 但仍有5万户处于断电状态 据当地媒体报道 靠近派克峰山脚的社区中 积雪深度已达51厘米 优优独播剧 burst of software Zionist 谢谢观看